我們今天就是來上現代網路設計 這個是 如果在我們上次的課以前 我們大概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神經網路現在看起來就是 卷基層 或是 pooling layer 然後加 fully connected layer 還有好多 layer 的組合 但是至於怎麼設計呢 我們就搞不清楚 現在在我不講前 有人可以知道說 這個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的 layer 它的 kernel size 要設多少 到底要5x5 還是要7x7 你們講得出來嗎 一定講不出來好不好 這我就不問了 好所以 我們要來看一下 前面的人都怎麼設計的 那從前面的人設計以後 那些經典案例以後 之後我們就歸納出了一些設計的原則 那以後我們設計卷基層網路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這麼的 就是 就是 呃 這麼的就是 沒有準則的感覺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深入學習領域三大問題 過渡擬盒 剃度擬盒 剃度消失全眾出實化 這我們不斷的強調 我們隨時都在講這件事情 好這三件事情 基本上 好像大部分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抽考一下 來 林品薇 過渡擬盒怎麼解決 隨便喊幾個出來 正則化 正則化 欸不錯 來 這個秋秋 你要講哪一個 這三個你選一個 這三個你選一個 你選擇看你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這個問題 然後說一個 solution出來 好聽你怎麼解決 那個 那個 加冠 加冠性動量解決 加冠性動量解決 踢度消失問題 啊你踢度都消失了 這邊0了 你冠性動量 好啦好啦勉強好不好 好好好 來啦王世伯你要不要喊一個 某一個問題 然後提出一個解方 欸很好 非常好來 你啦 你要 你要回答 你要講一個 講個問題 然後講個解方 欸隨便講個問題嘛 隨便講個問題 然後說一個解方 這麼難嗎 蛤 現在想不到 現在想不到 現在還有很多欸 現在至少還有10個可以講欸 好什麼怎麼解法 改寫函數 怎麼改寫 喔 cross entropy 好啦好啦你這樣講這也可以 來一年級的 欸 這邊一年級的女生 來喊個問題 然後解決一個 解決的方法 沒有想不到 蛤 這三個問題你講個方 講個問題出來啊 然後 講個解決方法出來 好 好 你講 能過度擬核 然後怎麼解決 欸 你不能講 忘啦 你這樣 那你乾脆講 隨便講個問題 然後忘了 總是 那你想個T2消失 你解決方法 或是 或是 或是權重初始化問題 解決方法 後面的後面的 欸 講得出來嗎 哎呀 哎呀 我這 好啦我們就不要再為難大家了 好不好 我這個 我上節課不是教權重初始化解決方法嗎 我不是說要用轉移特徵學習嗎 好 沒關係啦 我跟你們講 我現在考你們這個問題 你們 你們聽起來我一定是 這聽起來你們 就是 我上課都有講 對不對 但顯然就是沒有吸收到 腦袋裡面 對不對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如果這些 這些問題 你沒有辦法 這個非常的融會貫通的話 到時候你看Paper的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困難 這個 一上來就說 過去的神經網路有什麼什麼問題 人家都解決不了 啊我提出了什麼方法解決 你們這樣大概就非常非常困難了 好不好 好 我跟你講這就是給大家一個簡訊 如果說你這樣子回答不出來的話 就是 你可能就是需要再 再複習一下 對不對 至少 你要大概了解一下 用 我們解決的方法 他的邏輯是什麼 好 T度消失 欸你看這邊名就有啦 欸 權重初始化 啊除了優化器 你們這邊怎麼都連講都講不出來 講個優化器嘛 對不對 啊轉移特性學習 啊過度擬合 呃 過度解合啊 這邊沒有講至少還不錯嘛 好 那 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 今天的課程 我們是要學習 Model Architecture 到底要怎麼設計啊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們會覺得 這是一件 感覺起來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們今天課散完之後 你們會發現 當你設計出來的Model 是符合我們的原則 我們今天總結出來入我以後 之後你不管設計什麼樣子 其實Performance都差不了多少 好 所以今天的課真的非常的重要 以後你們會覺得 呃 你要設計一個100層深 或是200層深的網路 你怎麼設計 其實準確度都差不多 只要你符合今天我們講的原則 好 在我們今天講今天的原則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Model Architecture 即使到現在 即使到現在都已經2024年 仍然沒有一個 真正的說 哦 你一定就是設計成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會 Model Performance就會很好 仍然目前沒有 那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是 從2012年到現在已經經過了12年 這12年的期間 神經網路它的設計原則是怎麼樣變化的 那我們就是要Follow這些經典的研究 讓我們知道說 哎 每經過一年 或是每經過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 網路的設計概念有什麼樣 進一步的改變 那我們就把它學起來 好 所以我們來 根據 我們來看著這個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ion Recognition Challenge 這一個比賽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經典的Net 它的設計邏輯是什麼 好 首先 我們勢必要從2012年的這篇研究 LXNet 開始看起 LXNet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標準的表達式 它的標準的這個Architecture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 注意件事情啊 它的低層 Input Size 是24x24x3 之後大部分的網路 都Follow了這條路 就是 它的Input Size 基本上都是24x24x3 好 為什麼是224呢 你們應該 你們覺得24這個數字是什麼數字啊 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有沒有人現在馬上可以做 直因數分解 看出24x24 直因數分解出來是幾層 是怎麼樣 直因數分解嗎 直因數分解24x24啊 24這個數字直因數分解之後是個什麼樣的數字 2的5次方乘以7 有人現在馬上直因數分解做出來嗎 沒有 不知道 好 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 其中2的5次方這件事情很重要 7這件事情 也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 好 但是我要告訴你 等一下我們就會知道 為什麼它設計出的是2的5次方乘7這個數字 但是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網路的 它既然是一個函數 它的Input Size應該就是不太能變 對不對 不然它數學怎麼算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24x24x3 也許當初 也許當初他們是拍腦袋決定的 但之後大家為了跟它是可比的 所以原則上都是這個Input Size 這樣可以嗎 好 那24x24x3的這樣的一個 image 它首先要經過一個convolution 這個convolution的kernel size 是11乘11 好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一個11乘11的 如果一個24x24的 image 經過11乘11的kernel size 它出來的 output size應該在幾層幾 大家不要看下面 請思考的問題 24x24的image size 經過11乘11的kernel 出來是幾層幾 出來的Future Map是幾層幾 來 碩士針請回答問題 不知道 來 另外的碩士針請回答問題 是否有你回答出來嗎 214 欸漂亮 對答案就是214 答案真的是214喔 欸大家 這個 大家不要 大家這個 不要開玩笑喔 這個人家學的非常好喔 好不好 我們 怎麼怎麼算這麼快啊 對不對 這應該 你是馬上就已經弄弄出這個 就是等於說這個 呃就是 就是 你馬上就 怎麼樣就計算出來了 你馬上就 怎麼樣就計算出來了 欸好耶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算得非常快 但是 你真的是正確答案 好可是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 如果你的kernel size是3 那 你出來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會 那個dimension就會少2 然後 11就會少10 所以 你如果 kernel size 是一個 基數的話 你少掉 因為你少掉了 那個 是-1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會少掉偶數了對不對 所以 對於3來講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 參數叫 padding padding就是啊 我把圓圖 24x24 24x24 如果你今天kernel size 是3的話 我可以先 在他的上下左右 各全部填0 那這樣他會變成一個 226x226 那我在經過一個 kernel size為3 的一個 kernel以外 的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以後 他出來之後就會變成 24x24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就是你可以給他padding 所以我們現在先跟大家講一件事哦 我們現在default 我們都認為 11 你只要看到kernel size 是11 他的padding就是5 他就是直接把24x24 上下左右都填 5個像素的0 所以他會變多少 234x234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會padding 我們來看後面有沒有padding 後面沒有padding 我沒有把padding的圖拿過來看 所以說 經過11的kernel size之後 他還是會變成24x24 這樣可以嗎 好請講 沒有切一幕 我不早講 我剛剛搞了半天 原來根本就沒有切一幕 這樣可以嗎 24x24 你如果kernel size是11的話 你padding就是5 padding的數字一定就是kernel size-1除2 -1-2 這樣可以嗎 所以現在kernel size跟padding 是配在一起的 只要你的kernel size是個奇數 他出來就一定會 這個就是他出來 你透過padding就可以讓他擡面群不變 所以 是不是我們總結出了第一條原則 你要做conflusion 那種layer 你的chernal size勢必要激素 這樣可以嗎 好接下來我們有一些參數看不懂 stripe stripe 就是步法 我們每隔幾個像素做一個卷機 如果每隔一個像素做一個卷機 我們得不到future map 比如說這邊有一隻貓 他是貓咪是不是會非常非常接近 你每隔一個像素 那你到底要多少個被卷機啊對不對 這樣聽得懂 所以說 我們可以 將 我們可以每隔四個像素 再做一次 卷機 所以這樣的future map 因為我本來是24x24 我每隔四個像素才做一次卷機 所以我的future map 是不是size就會除以4 因為你本來每隔一個像素做卷機的時候 出來的future map 也是24x24 現在你變每隔四個像素才做一次卷機 你的future map就會除以4 所以24x24會變56x56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你們要先可以接受這件事 接著filter數目96 這件事情是多少其實不是很重要 就是我設定的 我第一層需要有幾個future 幾個future map 這件事情會直接讓我的 output size 就變成幾個future 幾張future map 總共96張future map grouper等於2 grouper這個我們等下最後再講 grouper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經過 relu跟LRN LRN是這個 這個線性規劃層 這個我們先不要管他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沒有交過 但是因為他已經被淘汰了 就是在2016年以後 已經沒有人在用LRN這個層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我們就直接跳過 好radio是不會改變size LRN也不會改變size 所以說 我們的 input size 24x24x3 output size 56x56x96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你應該可以接受 那你的primiter size是多少呢 是 11x11x3x96 好這邊有個除2 除2是除了group 一樣grouper等下才會再講 所以你的primiter size 是1700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max pooling是不用參數的 對不對 max pooling會直接把56x28 為什麼 3一樣 kernel size 你只要看到kernel size是3 你就要知道他現在會給他一個 padding padding就是1 就是上下左右全部都填0 這樣一個數字 那2 stride等於2 就代表他會 每隔兩個像素做一個 這個做一個pooling 所以他的數字會除以2 變成28x28 好然後接著 如果你前面幾層了解了以後 後面就不是很難了 接著 kernel size是5 可是他stride是1 所以他的input size跟output size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是他的filter數目是256 所以96會變256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參數的數目呢 5乘5 乘input size input filter map number of filter map 乘以number of filter 總共有30萬個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pulling max pooling 這個會直接把input size除2 變14乘14乘256 接著經過三個convolutional layer 但是因為他的stride都等於1 所以這個是不會減少 這邊的size是不會減少的 好到了這裡減少了 是因為到他從這裡到這裡 是沒有padding 沒有padding 所以變12x12 你看他現在這個網路設計的 是不是有點複雜 他有時候有padding 有時候沒有padding 不過沒有辦法 這個最開始的網路設計 就是這麼奇怪 我可以跟你講 除了今天我要講這個網路以外 後面的網路都是有padding 他只要看那個 kernal size 3之後就是有padding 好接著12x12 max pooling之後變6x6 6x6x256 你可以直接把他壓成 就是4096 那他就會 然後他就會 你可以直接透過 foric kinetic layer 直接可以讓他變成4096 那他出來就是4096 好我們仔細看一下他的 parameter size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前面5層是convolution 對不對 然後後面3層是foric kinetic 那你覺得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convolution比較有用還是foric kinetic 比較有用 一定是convolution 一定是convolution比較有用對不對 你要看一個網路的話 一個視覺的網路一定是convolution的用處 比foric kinetic來的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可是你仔細看喔 convolution的parameter總數 加起來好像才100多萬 他的代解參數只有100多萬 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他的 foric kinetic有多少 這個上億啊 foric kinetic這邊有上億的參數 對不對 這邊有上億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一千一百萬 一百萬 好幾千萬 六千萬左右 對不對 所以顯然比 顯然比這個少的多嗎 對不對 多的多對不對 所以其實 lxnet他這個網路 大部分的權重 代解參數都集中在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他本質上還是一個 以foric kinetic layer 為主的一個網路 好 接著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group group是我們還沒有講過的一個參數 group的邏輯這樣子 本來我的future map 是看前面所有的input layer 前面所有的future map 全部一起看內積完之後 成為一個新的future map 這件事情非常合理 我不是說 第一張future map是手 第二張future map是鼻子 第三張future map是嘴巴 第四張future map是眼睛 一時類推下去 那我一定是前面的全部都要看 我才有辦法整理出一個新的 舉例來說是for找臉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但是我們在設計網路的時候 我們可以強行的規定 這一張future map 他就只能看前面四張 這張future map 他就只能看中間這四張 這個就只能夠看後面四張 好這樣子的話 如果今天 眼睛的在3 嘴巴的在5 然後耳朵的在9 他是不是就沒有辦法 同時被一張future map給看到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有這個缺陷 好我現在給大家一個思考 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group convolution 是不是看起來不是非常可惜 因為他的 這一張 這個future 他就沒有辦法整合所有的資訊 那對我有用的那些資訊 如果分散在其他地方的話 是不是我就不能用他了嗎 所以這樣看起來這個網路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你們覺得 group convolution 是有問題的舉手 沒有問題的舉手 都不舉手是怎麼回事 再思考 一年級的講一下好不好 一年級剩你們啊 為什麼你們會來 男生都不來啊 晚上有演講 那所以你們比較認真嗎 對不對 他們去吃學餐你們來吃便當嗎 對不對 是這樣的邏輯嗎 好來來那你們講一下 你們覺得合理嗎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用group Countercution 你要不要叫以後面的同學發表意見 你是代表嗎 還是你們討論出一個結果 那我們先請硕士生討論出一個結果 來 可以還不可以 二選一嘛 不知道 不知道 可以 可以 那說字班同意嗎 說字班的 你同意嗎 你同意 那我們先問王醫師 王醫師你先講 你覺得可以還不可以 不確定 不確定就用猜的 我剛剛講的聽起來 group convolution 是有點問題 我剛剛講 聽起來就是他有問題的樣子 對不對 那你還是不確定 那兩個說字班的 你被我說服了嗎 group convolution 是不是不可以 不講話 好 答案是可以 group convolution 是可以 那為什麼咧 我剛剛講的問題要怎麼被解決 如果 耳朵在這裡 嘴巴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那我要怎麼搞出一張臉 他又看不到這裡 怎麼辦 我直接跟你們講答案 答案是 我在一開始網路訓練的時候 我有告訴你 一號就一定要找鼻子嗎 然後五號就一定要找嘴巴嗎 九號就一定要找 耳朵嗎 沒有對不對 我一開始其實沒有指定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一些future map 一開始 誰要看哪一個 哪一張future map要看哪個特徵 其實最開始是沒有指定的 所以如果我的網路一開始就設計成 這裡 這個看臉的地方 只能夠看前面四張 那我告訴你 鼻子耳朵嘴巴 全部都會被丟在這四張裡面 讓他學到 他只是比較難學而已 但他並沒有不可以 這樣當然 因為所有的future map 一開始要負責哪個項目 其實是沒有規定的 所以全部都是隨機出屎化決定的 所以group combination 其實是可以 可以這樣用 好當然 group combination 他當然是有缺點 因為你 你如果隨機的不好 你隨機出屎化的不好 那個比較像鼻子的就被丟在這裡 比較像嘴巴的就被丟在這裡 比較像耳朵的就被丟在這裡 這樣他是不是優化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他優化速度就會比較慢 所以group combination 基本上 他 他是當時 AlexNet在設計的時候 因為 GPU的RAM不夠 所以做出了妥協 當初 他沒有辦法像我現在動不動 買一張顯示卡 現在最新AMD出的顯示卡 已經一張顯示卡 已經可以有192GB的RAM 你可以想像 一張顯示卡有192GB的RAM嗎 AlexNet當初在做的時候 一張顯示卡的RAM可能只有4GB 所以說 這個 這個當初是不得已做的 但是group combination 本身是合法的 本身是合法的 只是優化的比較慢 好 所以這就是AlexNet的網路架構 來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幾個他用的Layer 你們必須要記住 否則以後你們 你們 做自己的 你們要開發一個自己的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們會不知道 為什麼要設計成這樣 或者是 你們今天 今天就算大家 我們今天的課程目標 也不是說 要讓大家 會做一個卷積神經網路 你在看其他paper的時候 你發現他為什麼這樣設計 你會搞不清楚 好 首先第一個是 使用reliu 比使用sigmoid的好 這是第一件我們要學會的 這件事情前面的課程 我們有講 而且我們也看到了reliu的效果 reliu的效果就是優化比較快 但是分割邊界比較硬 對不對 然後比較不會T2消失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 第二個 使用dropout 這是這篇研究最創新的點 前面我們也教過這個layer dropout layer我們也教過 第三個 overlap max pooling overlap max pooling 是這個樣子 之前我們上節課講的卷積神經網路 max pooling的kernal size跟stride 是同樣的大小 現在我們這個 是不是有一些像素 因為他kernal size跟stride的數目不一致 所以他有一些像素 他被overlap 的pooling 同時用在左邊 同時用在右邊 好接下來 這個數據增強 他用了非常多數據增強的方式 這個我們就不用特別講了 這個 今天我們不講他 好接下來 使用gpu 使用gpu 現在已經是嘗試了 lrn 這個我們直接跳過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被 這個淘汰了 所以我們就跳過 好 所以lxnet 他其實幾乎沒有技術創新點 但是因為 他是第一個使用卷積神經網路 應用在imgenet上的一個研究 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第二個 化時代的研究 這化時代研究 就是network in network 這network in network 他的邏輯這樣子 這個卷積神經網路很強 可是他本質上是一個線性 運算對吧 我們已經證明他跟40 connecting 是全等價 對不對 上一節課我們都講 卷積 convolutional layer 跟40 connecting layer 是全等價 40 connecting layer 本身是一個線性運算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瘋狂的idea 那我們卷積 我們用線性 內積核去卷積 我們可不可以用非線性內積核去卷積 一個圖片 應該是可以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本來在掃描的時候 我們直接找一個 convolutional kernel 內積 完之後出來 這是線性運算 我們可不可以 內積完了以後 先經過一個 那個就是先經過一個 那個多層感之機 然後再變成future map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感覺起來會更厲害一點 這個卷積核應該會比右邊 左邊這個厲害一點嗎 你們會同意這件事情嗎 就是我 我的卷積核 不要再用線性卷積了 我改成用非線性卷積 這件事情你同意嗎 說這般的 你應該覺得非線性的比線性厲害吧 還是你覺得線性的比非線性厲害 對不對 這個很符合邏輯的 好 現在的問題是 那 我現在要把一個非線性的卷積核實現它 是不是 感覺好像非常困難 你們是不是會不會感覺非常困難 感覺就是 好像要多寫很多層次 然後 就是然後數學推調很困難 對不對 好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這邊配合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其實 非線性的卷積核沒有那麼難實現 它完全等價於 如果今天我完全等價於 先一個 就來說先一個3x3或5x5的combustion 完了以後 然後relu 然後再給它配上一個1x1的卷積核 1x1的喔 1x1的卷積核 然後再relu 這樣完全等價於 非線性的卷積核 我再講一次喔 就是你們先記住結論 然後我們再來思考 他講這件事對不對 今天 如果你原來有一張image 然後你原本你設計了一個5x5的卷積核 然後讓它變成future map 那這樣顯然就是 一個線性 線性卷積嘛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設計成 先經過一個5x5 然後再經過一個1x1 一個或兩個1x1 再經過一個1x1或兩個1x1 這樣它會完全等價於 一個5x5的非線性卷積核 好先記住這個結論 我們再來思考一下 他講的對不對 如果他講這件事是對的 那要做非線性卷積 代價就變得很低嘛 對不對 那我就後面多堆幾層 1x1的卷積核就好啦 這樣就很容易了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想他做的事情對不對喔 你現在思考一下 假設你有一張5x5的圖 他原來就是5x5 他原來就是5x5 然後 你經過一個5x5的卷積核 卷完之後 假設你的future map是10個 卷完之後 他是不是變1x1x10 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你那個1x1的卷積核 你再給他卷積一個20個 所以你本來1x1x10 是不是就變1x1x20 可以接受嗎 那接著你最終再讓他1x1x1 一個future map再出去 那他是不是就是原來的25個數字 他先變10個 他先變10個再變20個再變1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標準的 標準的那個 Multi-Layer Perception 就是一個多層感知機的架構 就是他如果在 原來的input size是5x5 他的第一個kernal size也是5x5的時候 這是一個 你那個5x5一開始就可以把它變25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25變10變20再變1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多層感知機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那我們現在只要思考 那如果5x5變6x6 這個等式還成不成立 對不對 好 如果你今天input size是6x6 然後你的kernal size一樣是5x5 他卷完之後是不是變4個 獨立就是2x2x10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4個是不是獨立的 那你用1x1的卷積核在卷積的時候 他會不會看到旁邊卷積的結果 不會對不對 他還是會變2x2x20對吧 然後最後再變2x2x1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1x1的卷積核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做 卷積的非線性運算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1x1的卷積核在這一個 在我今天跟你們講Network in Network 這邊Paper以前 你們會覺得1x1的卷積核有用嗎 不會吧 你們的眼睛怎麼可能只掃描一個像素啊 應該是 邏輯上想不出來吧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眼睛只掃描一個像素吧 按照我們前面前節課講的 這個1x1的卷積核應該是個廢物啊 對吧 可以接受 你們應該聽懂我在講什麼吧 1x1的卷積核照到來講是個廢物對不對 可以嗎 應該是本來聽起來 本來應該感覺是個廢物對不對 可是 經過這篇研究之後 你發現了什麼 欸 他不是廢物 他可以幫助我們做 非線性的卷積運算 好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因為 在這篇Paper以前 沒有人在設計1x1的卷積核喔 在這篇Paper以後 1x1的卷積核被賦予了 意義 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 也就是當你看到1x1的卷積核 相當於他在做非線性的卷積運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應該記住 記得住他的結論吧 OK 那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1x1的卷積核 他其實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堆疊 1x1的卷積核 對不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DeepMind 跟他的這個牛津大學 計算機視覺組 VGG 他們在2014年的這個研究 他們2014年最重要的研究啊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來 我先問大家 一個5x5的input size 經過一個3x3的卷積核 他出來是不是一個3x3的future map 可以接受嗎 5x5的input size 經過3x3的kernel 掃描出來之後他會變3x3 至少王醫師覺得輕鬆嘛 易懂對不對 可以嗎 那如果一個3x3的future map 再經過一個3x3的卷積核 他就變1x1嘛對不對 所以一個5x5 等於兩個3x3 這件事可以接受嗎 1年級的可以接受嗎 1個5x5等於兩個3x3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碩士班可以接受嗎 王醫師可以接受嗎 怎麼都沒有人反對 來來 這兩個碩士班的可以接受嗎 不知道我要問什麼 欸你們不能 等一下喔 他看起來是可以接受 因為size改變的大小是一樣的 可是我問一下一個5x5 他的 一個5x5 他的 Parameter size是多少 25對不對 那兩個3x3 48 所以這兩個 size看起來像 但是他Parameter size其實不完全一樣 所以你要說他完全等價好像不行 他好像不能說是完全等價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那一個5x5比較好 還兩個3x3比較好 來 你講 為什麼 少比較好 你覺得堆疊因為有飛線運算所以比較好對不對 好 來 王醫師你覺得呢 你同意他的講法嗎 你同意 一人姐你同意嗎 同意學姐的講法嗎 你們是不是都只會同意同學的講法 來你們兩個 對不對 好所以你們都覺得有好處嗎 對不對 好 欸 我覺得剛剛那個 剛剛你真的有學到耶 因為真的比較好 而且你講的完全就是正確答案 好不好 加分沒有這個沒有分可以加 好你講他講的正確答案 因為看起來好像 第一個 Parameter Size比較少 這一定對運算資源的消耗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件好事 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 會不會讓複雜度降低 其實也不會 因為他是非線性 非線性的18 可能比線性的25來的更 複雜度更高一點 所以你用兩個3x3來替代一個5x5 那是更好的一件事耶 這樣聽懂我意思 那這樣你還需要3x3以外的東西嗎 你不需要了 那這樣一個7x7 你是不是可以拆成3個3x3 對不對 那一個11x11 是不是可以拆成5個3x3 那你再也不需要 你再也不需要3x3以外的東西了耶 然後再加上 剛剛說1x1的東西不錯嘛對不對 所以 這樣你是不是只需要 你是不是只需要這個 1x1跟3x3就夠了 你以後再也不需要 3x3或1x1以外的東西了耶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牛津大學計算機試學組 他都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剛剛推理了半天就是證明 1x1跟3x3比較重要 剩下都不重要 這樣可以嗎 他的網路長成這個樣子 A網路是 11x1 先一個3x3 再一個3x3 再兩個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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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路跟這個網路比起來 就是這邊多加個LRN 所以A跟A跟LRN比起來 這兩個網路 就可以證明LRN是不是好東西嘛對不對 那這兩個網路 B跟C比咧 證明1x1的卷積核是不是好東西對不對 C跟D比咧 1x1跟3x3哪個比較好對不對 E跟D比咧 越多層是不是越好 對不對 他做這幾個實驗就可以證明 我剛講那幾件事嘛對不對 知道他在比什麼嗎 如果E大於D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越深越好對不對 如果D大於E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越深不見得越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D大於C的話代表什麼 3x3比1x1好 1x1可能還比較好 B大於C咧 1x1沒有用 C大於B咧 1x1有用 這樣可以接受吧 為什麼他們要設計這幾組實驗 他的邏輯是想要問這幾個問題 我們直接來看夾案 答案是 1大於D 所以網路越深越好 接著咧 C大於B 1x1的卷拐合顯著提升效能 這個前一篇研究其實做過了 他只是重複而已 這兩個一樣 所以LRN是廢物 之後大家都不用LRN的 所以我根本沒有教你們LRN這一層 因為現在這個層已經被淘汰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這篇研究 他設計出來一個VGGNet 這在2014年的比賽裡面拿到亞軍 為什麼亞軍我們要特別講 我們不是都只看冠軍了嗎 為什麼亞軍我們要特別講 因為這一年的亞軍跟冠軍 顯著領先其他團隊 亞軍跟冠軍兩個團隊非常接近 然後他們走不同的技術路線 我們來看2014年的冠軍 2014年的冠軍 就是下一頁才講 下一頁才講 好我們先 summarize 一下 就是 你到VGG這篇paper以後 大家 大概理解 大家大概總結出幾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是 捲積核 其實你用3x3跟1x1就夠了 你不要再去設計什麼11x11 有時候5x5 有時候11x11 那很複雜 對不對 你這樣網路設計就沒有邏輯 第二個 這個 LXNet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 他97%的權重都用在全連接成 Fully Connected Layer 這其實不好 對不對 而且在這裡 他一樣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這邊沒有帶大家算他的 他的Primatur Size有多少 我們光用這兩個 這一層到這一層 他總共的代解參數就是一個4096 x 4096 的參數對不對 4096 x 4096 多少 1600萬 大概1600萬 你一層就要1600萬個參數耶 1600萬超多的耶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樣很浪費嗎 真的是非常浪費 所以說 我們不要那麼多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整個網路的全數太重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2014年的冠軍 他的網路設計成什麼樣子 好來 2014年的冠軍 是哪個團隊咧 是Google 欸奇怪 這邊是什麼 是DeepMind 欸奇怪怎麼都是他們 好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時候 這兩個公司 這個DeepMind還沒有被Google買掉 所以他們還是競爭對手 後來Google就把他買走了 所以Google很強 可是現在跟你們講Google很強 你們大概都很難同意啊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 我跟 我跟同學講說 Google是這世界上最厲害的能工智慧公司 大家都覺得這個可以認可 現在好像大家都很難接受 對不對 王醫師你現在還會覺得Google是最厲害的嗎 OpenAI 可是OpenAI 2014年還沒有出來 好 而且我跟你們講 你們不要 OpenAI的 你們記得OpenAI的那個 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 首席科學家 或什麼是誰 你們一定知道他的執行長是誰 但他的首席科學家是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人記得起來 那個名字嗎 來 我們先看這片paper 這片paper顯然很重要 對不對 好記住這個人 這就是OpenAI的首席科學家 這片paper都三個作者 這個人就是OpenAI的首席科學家 所以應該OpenAI也不會 OpenAI 所以OpenAI不是憑空出現的喔 那些重要的人都在這些 這個就是這些 中里程碑集的研究裡面 都是都有在重要角色喔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還來講Google到底怎麼做 要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你看到那個VGG 那個團隊他的研究成果 在2014年他奪得亞軍以前 冠軍的團隊是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做的 所以說Google用的技術路線跟VGG完全不一樣 Google那個時候面對的問題就是 五乘五的比較好還是三乘三比較好 還是一乘一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怎麼辦 那我就全用 我全用那就可 那用 讓網路來選擇哪一個比較好 對不對 反正在優化權重優化那個 就是在做那個神經網路訓練的時候 哪一個比較好我就讓他自己選 對不對 選完了再告訴我哪個比較好 這樣是不是很棒 所以Google的邏輯是設計一個多通道的網路 我先讓他經過一乘一 然後再經過三乘三 再經過五乘五 再經過三乘三 再經過三乘三 然後把他串連起來 丟到下一層去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哎這個這個設計邏輯 這個設計邏輯 這個設計邏輯很重要 就是當你不知道哪個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全部都用 這件事情我現在講完之後 你會覺得像嘗試 但是我沒有講以前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覺得神經網路都是 這一個吃完再給下一個 然後再給下一個layer 再給下一個layer 再給下一個layer 你是不是都覺得網路就應該設計成這樣 是吧對不對 在我沒有講這個以前 你一定會覺得都像這樣子 好 所以 他的設計就在於 讓一乘一三乘三 五乘五跟Pooling同時使用 讓網路自己決定 要用哪一個 好 那由於前面network network 是2013年發表 所以Google知道一乘一後 三乘三後面疊一乘一 5乘五後面疊一乘一 Pooling之後疊一乘一 這個就是非線運轉機運算 所以他們的網路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 他把這一個結構 這樣的一個結構叫一個module 這叫一個module 這樣網路 他把他設計成一個module之後 網路就可以設計成 就是你的整個network就可以設計成 module的重複 就是這個module做完 重複第一個 我先用這個module 再用這個module 再用這個module 一直往後堆 這樣是不是要設計網路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所以重複的重複循環的module 這樣 這是一個Google提出來的概念 這樣我設計網路的時候會簡單很多 那我只要這個module裡面 什麼元素都有 這樣我就不需要 我就不用特別去設計說 我第一層要11乘11 第二層要5乘5 第三層要3乘3 反正我就用重複的module 那每個module裡面什麼元素都有 這樣他就可以walk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他的邏輯嗎 好 這個 當年奪冠93.3的準確度 看起來這個概念不錯對不對 好 我現在問一件事情 來 我們就問一個一年級的好了 來一年級的 這篇研究 他的idea不錯對不對 重複循環的module 然後每個module裡面什麼都有對不對 啊 VGG也不錯對不對 這兩個 如果你現在是2015年的 你要比2015年的比賽 你看到亞軍是 亞軍他提出來的邏輯是什麼 你不要再搞那些有的沒的啦 什麼5乘5什麼的 你全部都用3乘3 那冠軍跟你說 哎 請你 請你在同個module裡面設計不同的架構 那你是2015年的參賽者 請問一下你要選擇哪一條技術無線 請講 一年級的請講 哎你們有一個冠軍的一個亞軍 他們準確度差不多 一個是全部都用 我全部都要 一個是說 請你不要再搞那些有的沒的 你就用3乘3就好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 你覺得你是2015年的參賽者 你看到冠軍這樣講啊 亞軍這樣講 那你要怎麼辦 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 講得太好了 怎麼全部都要 你不是說全部都要嗎 那怎麼全部都要 怎麼樣說33 以他的為主 然後把他的5乘5給33 不要只有33 不要只有33 你意思是說要用 要用Google的 不要用DeepMind的 一年級的這麼覺得嗎 好來來說這番 來你講 你同意嗎 你會選Deep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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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因為DeepMind的這家公司名字比較好聽 這個設計優雅 對不對 你敢 你說這個很優雅嗎 對不對 來 來這個 黃醫師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所以你也覺得優雅比較好 這個看起來很亂 好來 來 挺威 繼續 來講話 哪個比較好 這個 那 那所以你就直接用他的 你覺得之後的網路都會直接用他的 應該是 好我來跟大家去透一下 剛剛我一開始一度以為一年級的 直接把答案講出來 因為答案真的是兩個都用 為甚麼 你兩個版就可以都用 兩個都用 要怎麼都用 你就把5x5改成2x33就好了 對不對 真的是都用 我沒有跟你們開玩笑 他把5x5改成2x33 然後更誇張的一件事情來了 他再把一個3x3改成一個1x3和一個3x1 所以他把整個網路改成這個樣子 其實兩個可以都用 為甚麼不能都用 而且我告訴你們 一件事情 Google團隊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別人有什麼idea我就把他偷老 然後apply在自己的 apply在自己的這個network上 所以 這邊我就先不帶大家計算他的代解參數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他的代解參數很少 就是他 Google的InceptionNet 他可以用很少的代解參數 把這個 把這個網路做好 那他需要透過1x1去壓縮參數 好 這邊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2015年 你是Google團隊 你把DeepMind買下來了 實際上他真的把他買下來了 結果你就想要融合兩家長處 對不對 所以他們設計出來網路加工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夠詭異吧 可是效果很好 效果真的很好 他們在 2015年 兩家團隊合併了之後 然後就把網路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拿去參加比賽 他們把這個網路叫做 Inception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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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路叫 Inception V1 V2 是加了Benchimilation V3 就是把他合在一起變成V3 然後 他們得了亞軍 哎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來來來我們來想一下 來這個 秋秋 你來回答一下好了 2014年的冠軍跟亞軍合作 結果2015年是亞軍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欸王醫師你覺得 你覺得合理嗎 來第一名跟第二名合作 然後結果變第二名 太多層也不好 不是他們的問題 他們做得非常棒 只是他們遇到了 2015年的冠軍 是一個 我們都應該記得的研究 就是Resnet 他們遇到了 他們遇到了圖靈獎等級的研究 因為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你們看前面VGG他有幾層 他這樣有幾層 19層 GoogleNet如果你去看的話 我告訴你 即使到Inception Version 3 他的網路也只有30層 他們遇到了一個1000層 那以前沒有人可以訓練1000層的網路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不要 你千萬不要覺得這個 這一篇 這個真的是核彈級的研究 就是相當於突然會造核彈 以前我們只會造 這個什麼 以前我們只會造一般的這個 飛彈啊對不對 突然間我們就是會造核彈 這篇研究 你仔細看他的 這一篇 這個圖是我從Resnet paper 裡面搞來的 你看他完全是用VGG的架構 他沒有用Google那些 花里胡翹的什麼嗎 同時什麼 還什麼1乘3 3乘1這種 合在一起哦 他完全是用VGG的架構 然後他的錯誤率降低到3.5% 因為他的層數是1000層 前面的人是30層 所以 這樣你知道這邊Pepper有多厲害了吧 他提出來一個Solution 這個Solution 把前面 就是數年內累積的所有東西 全部加起來 都沒有他提出的單一Solution 來的更強 這樣你知道這篇有多厲害了吧 但是你要注意件事情哦 但是他其實沒有用那些 前面累積的東西哦 好然後我就要告訴你們 當這篇研究 在2015年奪冠了以後 我沒有想 我來告訴你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前面不是講Google 在這裡是Inception Version 3嗎 然後錯誤率 我直接跟你們講錯誤率多少 錯誤率是4.9% 有比前一年進步了 前一年是多少 前一年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前一年是6.7% 其實還錯蠻多的對不對 那這裡是多少 我來看一下 那他變4.9%其實已經不錯了 只是遇到一個錯誤率3.5% 當何凱銘的這篇研究 做出來 他們奪冠了以後 他們其實就是多了 residual learning 的這個技術 對不對 Google馬上就把 何凱銘的idea 偷來 然後抄到Inception Version 4 Inception Version 4 馬上把錯誤率又降到了2.5% 好我現在跟你們講這個有趣的故事 只是想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首先我們先好好尊敬一下這個 deep residual learning 他這個idea 真的是太強了 他解決T2消失問題 然後解決了以後 網路變1000層深 還大幅的降低了錯誤率 大幅增加準確度 而且這個idea居然跟 之前所有的技術這麼的相容 我把這個idea直接套到這個Google 花了多少時間調參數 調網路架構 然後調出了一個Inception Version 3 直接把用上去 變成Inception Version 4 馬上錯誤率 再度降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降到了只剩2.5% 這樣可以了解嗎 他到底有多厲害了 好可是他其實 他的idea其實我們之前都已經學過了 所以其實他idea 你會覺得很很舊 但是你現在只要知道 從他這篇以後的paper 沒有人網路設計成 沒有resigual learning 沒有shortcut 這樣可以了解 所有的網路都有 加法存在 除非你用什麼DanceNet之類的 DanceNet這個我們也教過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今天我們做一個總結 就是我們剛剛review了這麼多paper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網路的設計架構 是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是 深的網路比較好 淺的網路比較不好 然後並且我們現在有能力 設計一個深的網路 因為有resigual learning 所以深加窄大於淺加寬 你應該盡可能的把你的參數用在 讓網路更深 如果你運算能力有限 請你盡可能做一個深的網路 而不要做一個窄的網路 而且你的網路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1乘1的卷積盒很好用 不要覺得1乘1的卷積盒是廢物 1乘1的卷積盒很好用 接下來第三個 你應該設計出一個module 就算是resigual learning 它也是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設計成一個module 然後重複應用它 重複用它 這樣的網路在很深的時候 你就不會不知道要怎麼設計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你的網路 module架構很複雜 像那個inception net inception module 那個很複雜 沒有關係你就重複應用它就好 對不對 好第四個 module跟module之間 一定要用resigual connection 或dense connection 因為這片就真的太重要 resigual learning 這片就太重要 而且後面所有人 直接把它idea抄來用在自己 已經well established module上面 performance都還可以進一步提升 所以它真的很強 它是完全相容於過去所有技術 就是你過去會做洲際導彈 但是你只能夠載一般的飛彈 你現在研發出核彈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把那個洲際導彈的 彈頭換成核彈 那你的威力馬上就上升了 你大家聽得懂 大概這個邏輯啊 它就是一個核彈 你這樣懂嗎 好 好 那接著 請你盡量整個網路都使用卷積層 因為lxnet 它浪費太多參數在 40 times 後面的研究 基本上都全部使用卷積層 反正你想要做飛線運算 你就用1乘1的卷積盒就好了 對不對 那你全部都用卷積盒 這樣子的話 參數量比較節省 好網路特徵的堆疊 你也必須從乘數有少而多 你應該像 這個網路的感覺 一開始96 後來256 284 284 後面一直往下堆 越來越多 這樣比較好 好 最後 來 這個 這個我沒有講 這個被我刪掉 這個被我刪掉 這個paper被我刪掉 這是2017年多關的研究 這個被我刪掉 這個大家先不要管 好 那大家只要知道就是 我們要設計一個大網路 他的原則就是這樣子 經過這些原則以後 其實你設計網路的 這個就是 你能夠設計的網路的樣子 已經少很多了 就只剩那幾種組合 因為你看你的convolutional layer 你的kernal size已經被固定了 要嘛就3乘3 要嘛就1乘1 對不對 那接著 你要 你要用什麼 不要想 就是全用 對不對 所以你也沒什麼好設計的 你就是全用就對了 然後你一定要recidual convention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設計網路已經容易多了 好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個練習題 其實這個練習題 我看你們是很難做出來的 好不好 等於說這個練習一練習二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給大家一些休息的時間 給大家吃個飯啊 給大家稍微貼貼語法 對不對 今天就只有這兩個練習題 好 那我們就 主要練習一跟練習二是希望你能夠 看著這個複雜的一個程式嘛 然後你把recidual net 把它重新刻出來 重新刻出來語法這麼長 你可以看一下這還只是18層的recidual net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要把它全部刻出來 或者你要看一下他實際上的網路架構 你才會真的更了解 recidual net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然後你可以再重現inception module 推理流程 這些東西如果你都了解的話 如果練習一跟練習二 你都可以run過一次 然後看一下語法 你就會更清楚這兩個網路架構 你就會更有深刻的感受 我們前面講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在程式語言上的實現是什麼 你這樣未來在看其他paper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人家直接把這個東西抄過來用 他在怎麼用 我們給大家示範跟練習 好 這個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就是基本的這個大型神經網路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 就是 這些大型的神經網路 準確度已經到達一個盡頭了 這個他們其實都已經變得很準 你看錯誤率都已經到2%不到 所以說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其實並不是真的在把網路變得更大 變得更準 而下一步研究 下一步大家希望研究的路線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把網路變得更小 變得很小 但是準確度差不多 這是他希望所做到的 這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現在應該都知道 大型的捲機網路 需要GPU Server來做運算 對不對 或者我們現在 在你學習的什麼Chat的GPT什麼的啊 好像大家都知道 如果沒有聯網 他根本不可能在本地端進行 對不對 他需要參數量太大 如果你想要在手機上面實現呢 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需要 你是不是就需要一個很小的網路 然後他擁有差不多的performance 所以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我們想要壓縮網路的參數 但是我們希望他的performance 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要學習 後面的人怎麼去設計出一些 比較節省參數的網路 但是他的performance差不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這一張圖很重要哦 這張圖的這個 EXO 是指說他這個網路 要運算出結果 他總共需要做幾次的乘法 做幾次的乘法 那這一個 就是準確度了 這個很明顯嘛對不對 好所以越左上角代表什麼 運算量越少 準確度越高 對吧可以理解嗎 那這個 圈圈的大小代表他消耗的參數量 那消耗參數量跟這個 這個運算所需的資源 這個差不了多少 就是圈圈的大小是記憶體的大小 的記憶體的大小 覺得說這個網路 LXNet LXNet 他記憶體要的很大 但他運算資源其實相對小哦 可是 這個 INCEPTION V3 他消耗的記憶體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的運算資源消耗的比較多 但他準蠻多的啦 所以這樣知道這個圖的每一個 每一個點啊跟軸的意義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好好學習 左上角的網路 他到底厲害在哪裡 我們仔細看一下左上角網路是什麼 INCEPTION V3 對不對 準確度沒有RESIDION NET高 但是他消耗的參數很少 那他為什麼消耗的參數很少 為什麼 因為他用了多通道的網路對不對 多通道 並且他的特色是什麼 多通道 然後用一乘一的卷積合 對吧 所以說 我們就要想一下 怎麼樣基於他 繼續把網路的這個 網路的這個就是 size 把它變得更小 好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解審參數的原理是什麼 原理就是多通道設計 多通道設計 如果我每一個通道 他的FutureMap都只有 假如說5個 那我的參數量是不是就是5乘5 是不是就很少 INPUT等於5 OUTPUT等於5 是不是 INPUT的FutureMap是5 OUTPUT的FutureMap是5 然後卷積合假是3乘3 總參數量是不是就3乘3乘5乘5 這是不是很少 這樣非常非常少嘛對不對 好 那 最後再把它 串聯起來 那最後5個FutureMap 跟 100個5個FutureMap 合在一起 這樣是不是總共就500 他的Future Output 也是長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就跟 DenseNet 節省參數的意思是很像的 好 那 INCEPTION Net 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就是他裡面很多人為設計的感覺 就是 你看又有1乘1 又有5乘5 又有3乘3 又有Pooling 這樣子很討厭 所以啊 何凱明 何凱明 這個人啊 你們要記住他 他就是Residual Learning的第一作者 他現在要去MIT當老師 如果你們以後 有機會 你們都軍配身嗎 對不對 你們兩個都軍配身 你們畢業之後想不想念博士啊 一顆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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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在職的喔 沒有人想出國念 你不想出國念 王師傅你想不想出國念啊 沒有 之後再說 沒有想要延長疫情 欸我覺得出國念真的不錯 我現在推薦你們出國念 如果你們要去MIT的話 可以找何凱明 你不要覺得人家不是 人家 人家分點這個 像這麼聰明的人 隨便這個 分點額外的心力 做一點什麼醫學的AI 那做出來的大概都會比我們好啊 對不對 欸何凱明 這輩子被引用的次數已經超過50萬欸 對不對 我們要去 不過不過你想跟何凱明 他可能不會想收你 平良心講 應該是這個樣子 MIT可能也不是你說你想要考上就考上的 對不對 這個 那個 考上國防醫學的人說自己考上MIT 可能也 這個 可能還有一段距離還要努力 好 好我想跟你們講的是何凱明他 他 他到底 他 做了Resnet 然後他奪得了2015年的冠軍 對不對 那 當年的亞軍 Google不是用了Inception Version 3 然後出他一大結 然後他馬上 他們就出了一個Inception Version 4 超了他的idea 然後馬上就變得很準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站在何凱明的角度 你要怎麼改進 他改進的方向是這樣的 來你仔細看哦 本來的Residual Net是長這樣 一個256的 256個Future Map進來之後 先過一乘一 先過一乘一的卷積核 再過三乘三 再過一乘一 他本來是這樣做的 那他現在想要超 Inception Net的idea 他就先把他分成 很多個一乘一 他先把他分成很多個一乘一 然後接著每個一乘一 再經過三乘三 然後再變成一乘一 再把他全部加起來 這樣是不是就多通道了 這樣就多通道了嗎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就比較像Inception Net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他把這個idea叫ResNext 不是Net 就ResNext 怎麼下一代的ResNet 好可是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這一個idea 他到了這邊用加的 用加的跟用串聯的 是不是用串聯的比較省參數 為什麼比較省參數 來來來秋秋你點頭了 為什麼 為什麼比較省參數 你講的是對的啊 為什麼這個比這個省參數 不知道 那我們來告訴你為什麼這個比較省參數 因為你仔細想哦 你 你這邊總共的參數是不是256 1乘1乘4乘256乘4 對不對 那 如果你用加的話到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要有個4乘 1乘1乘256 可是如果你是用串聯的 如果你是用串聯的 然後你這邊有32個 那你最後還是要還原成256 你一定要還原成256 因為你才能加對不對 因為你要用加法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256 這樣可以吧 那你 這邊有32個 那你這邊每一個 是不是都只要4乘1乘1乘 256乘你32 除以32 這樣就乘你32就好了 對不對 你32個32疊起來 是不是就是256 所以你 是不是參數量就會節省32倍 所以用串聯的會比較省參數 這樣可以接收吧 好 可是如果你用串聯的 那一個神奇的事情就發現 欸 所以你每一個都是獨立分開的 對不對 你獨立分開的 這不就是group的概念嗎 group就是我們最前面講的 全部分開 這不是group的概念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欸 所以說搞了半天 resnex 好搞了半天 resnex 其實就是撿回本來 lxnet用的group conclusion 對吧 group conclusion 那這group conclusion 就是多通道的設計啊 王智波有感覺出來嗎 沒有感覺出來 那我們重新推理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都感覺不出來 我看應該是沒有人感覺出來 就是 多通道的設計比較好對不對 但是他不喜歡 剛剛inceptionnet那種多通道 因為inceptionnet每個通道 他在做不一樣的事嘛對不對 所以他把每一個設計層 都是3x3 這樣可以接受嗎 每個都3x3 他又不想用加的 又用compact的 用串連的 用串連的 那用串連的 最後不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嗎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多通道的設計 這看起來像不像多通道的設計 像嘛對不對 所以說 多通道的設計 到這個樣子以後 他是不是就變成了 group conclusion 就是多通道的設計 所以最後 他搞了半天 他如果要讓每一個 每一個通道都長得一樣 他其實就是用回了group confusion 這樣你可以接受了嗎 你可以接受吧 可是你沒有聽到group confusion 再補課 你們兩個硕士生可以接受了嗎 球球你剛剛不是點頭嗎 你知道這兩個等價嗎 可以嗎 這兩個等價哦 所以 其實我們直接用group confusion 就等於過通道 這樣設計網路是不是就更簡單了 就是我們直接決定用group confusion 就好了 那既然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驗 他的實驗是什麼咧 他決定group等於2 然後40個dim 然後做一個實驗 group等於4 24個dim 先請做個實驗 好 依此類推 group越多是不是越準 group到32是不是就越準 對不對 好 來看著這個實驗結果 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每一次上課 每一年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在這一頁 讓大家做個批判性思考 顯然這篇paper的實驗結果告訴我 group越多 也就是通道越多 網路就越準 對不對 是吧 是吧 有沒有人認為這個結論是錯的 是怎麼樣 數字就長這個樣子 不由得你不信 對不對 來我們來找碩士森做critical thinking 好了 來來來來 碩士森 你同意嗎 你同意他的結論嗎 group越多結果越準 不要再看了 真的就是一路往下了 好不好 你們沒有辦法 你們那大學生呢 大學生有沒有覺得這個結論是錯的 沒有 沒有人覺得他結論是錯的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 為什麼他不繼續往下做 為什麼他不要寫64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64乘2 何凱明忘了做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何凱明忘了做 真是你們講下去嗎 真是講了你們相信嗎 不相信 對不對 不相信 何凱明怎麼可能會忘了做 還是你們要說何凱明沒有運串資源 你可以做這個實驗 做到這邊就沒了 那你們覺得唯一有可能 唯一的可能性是 唯一的可能性是什麼 再往下做不符合預期 對不對 哎我跟你們講啊 以後你們看paper就是要有這種 你們就是要有這種思考 不要隨便聽他的結論 看他的數據 他呈現出來的結果一定符合他的結論 可是你們要思考的是 再做下去會有任何難度嗎 為什麼他不做 這樣可以嗎 蘇斯森 蘇斯森以後 那個 seminar寫comment的時候好好寫好不好 可以嗎 你們comment這種大概我們就會覺得很棒 可以齁 何凱明絕對不會忘了做 如果你當下只看這篇paper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不小心忽略了 可是我要告訴你們是下一篇paper 來下一篇paper就是google團隊 試著就把剛剛那個結果做到滿 做到極限 你的極限就是 每一個future map都是一個group 這就是極限嘛對不對 你剛剛每個group裡面還有四張future map 對不對 那你的極限是不是 總共128個group 每一個group都只有一張future map 這就是極限對吧 做到極限 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google新發展出來的網路 他叫exceptionnet 他就是每一個做到極限 做到極限 然後他就發現了 應該說不用他去發現 不用他去發表這些paper 大家也可以猜得到 何凱明一定是常駐了一些結果 對不對 再往下做不符合預期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設計resnex的人不蠢啊對不對 為什麼他沒有將resnex拓展到 這裡咧 一定就是有問題 好我告訴你 因為啊 如果你想要把他擴展到那裡 你必須增加一個 你必須給他一個額外的調整 就是你不能再用reliu 你必須直接不要給他飛行 你不要給他飛行型轉換 後面會有證明結果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是 今天我們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 我們習以為常什麼的 捲機了以後 要加飛行型轉換 但是是不是習以為常 來我們再問一下 為什麼需要飛行型轉換 來說一聲 說一聲還記得嗎 捲機之後為什麼一定要做飛行型轉換 林品輝來你看著我 你看起來就要講粗話啦 講一下 捲機完為什麼一定要做飛行型轉換 Fully connected one 為什麼一定要做飛行型轉換 增加他的複雜度 不然連續成十個矩陣跟成一個矩陣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裡又可以不用了 我直接跟你們講答案 因為這裡用group 你看我一直跟你們證明 說 你看我前面在講convolution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什麼 convolution可以全等於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需要做飛行型轉換 這個我們也知道 可是我跟你們證明group convolution等於Fully connected 沒有 我沒有跟你們證明這件事情 實際上他真的不等 所以不要被 就是我們不要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被既有的觀念給束縛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真的不等 group convolution 所以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再加radio 後面有個研究就證明這件事情 不要加radio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group到極限 你就不能加radio 你不能加飛行型轉換函數 這樣他的performance就上去了 這樣知道吧 所以 這個結論到底有沒有對 有對 只是要做一些微調 何凱銘在做的時候 他 沒有做到這一步 沒有做到這一步很正常啊 被想法制約了嘛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秀出這個結果 就在暗示著你 這件事情你不要 就當真了 覺得繼續做下去就對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數字聲comment的時候好好comment 以後看到這個結果 你們要講出我剛剛講的comment 我跟你們講 你們以後看所有paper都這個樣子 你們看到paper上面完美的數據 那都是正常的 因為不完美的數據都被蓋掉 我們現在看paper 寫paper的人多半是不會造假的 但是多半會選擇性reporter 這樣可以吧 所以當你看到 哎為什麼 當你看到一個 顯而易見 他應該可以做下去的地方 然後他沒有做 那我們第一時間就是認為他 選擇性報告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paper出來之後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 是如果你做了深度可分離的卷機 你就必須 在深度可分離的卷機完了以後 捨去飛線轉換 好 這一篇paper 叫mobilenet 你要他居然叫mobilenet 就代表他網路很小 mobilenet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是google 在發展了exceptionnet以後 他繼續發展了一個網路 mobilenet 他在做mobilenet的時候 因為深度可分離的卷機 就group convolution 它是非常省參數的 對不對 所以mobilenet一定也是用 這個 一定也是用這個 就是 就是group convolution 而且是到極限的 所以是叫深度可分離的卷機 就是group 等於future map number of group 等於number of future map 好 那他怎麼做 他告訴你 他說啊 如果你 按照傳統的邏輯 你把一乘一的卷機盒 你把他往下先壓縮 然後再還原 這樣子 input 跟output 他會損失很多資訊 這是他paper裡面的圖 他會損失很多資訊 但是如果你先把他擴展 再還原回去 這樣子的話 資訊就比較不會有損失 網路損失資訊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損失資訊代表你就 你強迫他做future selection 那他如果選的不好 或是有很多重要的 但他只能選三個 現在有十個重要的東西 但你只能選三個 你把他想像成你在看病的時候 你在看病的時候 現在 你給人家抽血抽了一大堆 對不對 你抽了20個parameter出來 的確 重要的可能就只有三個 好不好 但是我現在如果強迫 你只能選兩個 那你一定會損失資訊 然後現在你的 你們現在是個那個 住院醫師對不對 主持醫師跟你說 你可以抽20個 但是你不准跟我報告那麼多 你只准報告兩個 他如果這麼強硬的要求你 那你一定只能選兩個最重要的 對不對 那你勢必就會造成資訊損失 那如果運氣好 這個病人兩個就可以解決 那也許就真的沒有資訊損失 但是要運氣好 這樣可以 所以資訊損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允許網路裡面有資訊損失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 他把網路擴展了以後再壓縮回來 這是Mobile Module 這樣一個網路他的參數非常的少 他的參數啊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Mobile Net 這個Mobile Net 他總共的總參數量不到100萬 結果他準確度 不到100萬有多少 LX Net 他就要用掉6000萬 LX Net只有八成 他就要用到6000萬 Recision Net Inception Net 動不動都是一個幾千萬之類的數字 他不到100萬 就可以達到Parameter 準確度 就可以達到Recision Net的準確度 所以 這樣子一個網路設計架構 是我們必須去學習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你已經Group完了 還可以再更誇張一點 這叫Shuffle Net Shuffle Net 這個 參數量要更少了 如果 我們 我們現在思考一個比較極端一點的狀況 就是你 從頭到尾都是Group Confusion 那你相當於 這樣子一路下來 這樣一路下來 這樣一路下來 他們三者的資訊都沒有互相交流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網路是不是就很難學 因為他相當於是三個獨立的網路 分別學習了之後 最後再把結果 combine 起來 做預測 好 Shuffle Net 是在做什麼 來到這裡以後 我先把混合 混合完了之後變這個樣子 那 這一層 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 這三個的資訊 他覺得重要就丟過來 這一層 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這三者的資訊 這樣子 我是不是每一層都可以用Group 但是 但是我又可以吃到全部的資訊 這樣是不是我消耗的參數更少 所以這個叫Shuffle Net 這個Shuffle Net 他用的參數真的少到不可思議 非常適合拿來用在CPU上運轉 非常輕鬆 但他不適合用來做GPU 因為GPU 他適合用在CPU上 可是 CPU 很多地方只能用CPU 就來說手機 現在告訴你手機有裝GPU嗎 你們什麼時候聽過手機有裝獨立顯卡 沒有這種東西吧 對不對 所以 他很適合拿來做在手機上運轉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實際上 我們以醫學領域來講好了 醫學領域其實不太需要真正的輕量值用力 因為醫學領域通常要求的是準 不是快 你今天做一個Shuffle Net 因為他們的快是指說快到什麼程度 我跟大家講好了 快是快是在講說 今天我們在做自動駕駛汽車 對不對 你自動駕駛汽車 你的 你的那個 你每幾秒 你每多久要判斷一針 你想想看你時速假設是100公里好了 你覺得你一秒鐘可以開多快 我們現在來仔細算一下 時速100公里 那一秒鐘就是 3600分之100公里 對不對 那你們想一下 那這樣是 多少 我們現在很快的算一下 3600分之100公里 對不對 36分之1公里 大概30幾公尺 你一秒鐘就可以開30公尺 所以如果你的網路 一秒鐘只能算一次 那你要踩煞車來的幾 你要先開個36公尺 你在高速公路上分池的時候 你的網路的反應速度就是 以36 36公尺 30公尺為計算 前方30公尺發生的事情 那你就只能裝上去了 這你絕對接受不了 所以你的F 你在開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你每秒能夠運算的張數 如果沒有辦法到10張 那你這個 你這個自動車 簡直就是不能接受 每三公尺運算一張 你都已經覺得很難接受 對不對 所以那種 人家說要快 那個是什麼 十分之一秒 但你思考一下 你這個醫學上面 你真的需要趕十分之一秒嗎 還是十秒其實你就很能接受 其實十秒就很能接受了 其實十秒就很能接受了 就在你的面前 直接發生 VTVF 他可能也要十秒之後才會昏迷 對不對 啊更不要講他昏迷了 你要叫CPR Team 那那個CPR Team 跑再快也要一分鐘吧 對不對 這個 所以說其實醫學不用那麼快 大家都很可以接受什麼 十秒 什麼一分鐘的Delay啊 對不對 一分鐘也死不了人 對不對 今天那個病人 心臟不跳一分鐘 一分鐘也死不了人 對不對 不要拖到三四分鐘就好了 一分鐘死不了人 搞不好 一分鐘你放著他一分鐘 再把他壓回來 他搞不好也不 他搞不好這個恢復的也非常正常 好這樣可以齁 所以醫學我們不要求 不要求快 我們要求準 所以這個輕量化的網路啊 我們就是了解就好 就知道啊這個網路還可以設計的 這麼輕量化 你看我們還可以這樣子透過這樣混合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設計十個通道 那這樣參數量是不是可以除以十 哎 參數量除以十 參數量除以十很誇張啊 你本來只要一百萬是不是就只剩下十萬啊 十萬聽起來真的很小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好 今天我們最後啊 今天最後的課程內容 要教大家網路邏輯的可視化 在今天以前我們都覺得 Deep Learning Model就是一個黑盒子 他預測的很準 那為什麼準 不知道 我們要來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今天告訴他說這張圖 是一隻鯊魚 那你告訴我鯊魚到底在哪裡 你告訴我嘛對不對 這個 哎你不要覺得看到鯊魚這件事情 沒什麼了不起的哦 如果今天是一張胸部X光 Model 告訴你說 他有肺癌 你把他指出來這件事很重要哦 所以 不能說鯊魚 你當然閉著眼睛 你都知道鯊魚在鯊魚在哪裡 你就覺得這件事很簡單啊對不對 如果今天是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他把位子指出來其實就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去check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實現這件事好不好 好首先 哎這個事情 這個今天這個部分大家都要貼程式碼了哦 請你先下載一個網路 你的網路在 網路在哪裡下載啊 網路在前面應該可以下載吧 我們來找一下 網路在 好我們就用resnet18好了 好不好這兩個地方下載 下載完之後下來這個哦 這個上捷克應該有做過吧 上捷克 你們應該有做過直接預測了吧 對不對 你們就直接用上捷克的網路就好了 好不好 來 然後你們這兩個東西你們上捷克都弄了 然後隨便找一張圖 這樣隨便找一張 在label 裡面的圖都可以 好 然後我們先 我們再重現一次 哎 結果 啊我這邊沒有下載 我反而自己沒有下載 那我來下載一下 好我來下載 下載 另存新檔 好儲存 好 下載 另存新檔 儲存 好能把上傳上來 他下載了沒 完了沒啊 好他下載完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裏 upload 好上傳 上傳 Upload 呃這個好ok下載 再上傳 好我上傳完了 然後大家看著我怎麼做的哦 我先把model讀進來 好讀進來以後上網隨便找一張圖 好不好 那我 我範例用鯊魚 我這邊就不要用鯊魚了 我來找一個 我來找一個 泰迪熊好了 泰迪熊有沒有個複雜一點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找一張複雜一點的照片 哎 哎這個好 這個好 你們等一下找的圖片 盡量複雜一點就是 你不要讓他 就是像這張圖 他哪需要highlight 他就highlight中間 你就會覺得他對啦 對不對 這張圖 如果他highlight到正確的圖案 這樣我們就相信他真的看的對了 對不對 哎我覺得這張好 這張更好 可是這張 這張好像不是泰迪熊啊 我再找個適當一點的好了 好啦就這個好了 就這個 可是這真的是泰迪熊嗎 這是泰迪熊嗎 這個我很難接受他是泰迪熊欸 好啦我們就用這張好了 我們用這張 好 好 他要test 來來來來 我們把他存上來 好 test 來 好那我們接著讀圖啦 好 因為他就要test嘛 所以我直接 讀test大概沒有問題 來 來 欸等一下我先清空 我先清空 再一次 好這隻是泰迪熊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接著我們把他resize 我們要預測嘛 我們先看他預測準不準 欸 他說第二個才是 他比較像玩具店 我覺得我可以同意 這是玩具店欸 對不對 那等一下他如果是玩具店 我們應該至少還來這裡吧 對不對 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好來來來 好 在這裡你到這裡還是可以下載 欸這裡不能下載 OK 欸不是弄錯了弄錯了 來來來 我們來這裡 好那我們接著 接著來 來做一下 我們只要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 然後在這裡根據大白沙的位置 跟他做highlight 這不是大白沙啦 這是玩具店 我現在是要找玩具店喔 好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直接複製貼上 欸他好像真的 找到的地方真的是個玩具店欸 我覺得我可以同意這邊是個玩具店欸 對不對 阿不然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名的嘛 他是太極熊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在哪裡 可是第二名在哪裡 我要看一下 那個 就是 我要來看一下 太極熊看一下 欸which max這個是多少 我看一下 866 所以851嘛 不然我們把他改成851 851應該是太極熊了吧 我們來確定一下 851是不是太極熊好不好 851太極熊 那我就把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改成851 然後再run一次 好那我重做一次喔 好那我再把這 這一大段貼下來 我們來看他highlight套的位置 是不是這就是太極熊 欸 1跟2 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我程式 我覺得我程式 可能哪裡寫錯了 我們從851這邊開始跑 再一次 真的是一樣 所以要看太極熊 跟看玩具店 看的位置是一樣 好啦 我想 就是網路有時候不見得 就是不見得都會正確啦 好不好 我這邊想要給大家 就是今天都已經上課 上到最後了嗎 對不對 好我先做一個結語 然後我等一下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完成剛剛的work 就是你找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上面要 在這一個檔案裡面有的喔 要在這個檔案裡面有喔 你們可以自己找一下 因為不然他他認不出來 這樣可以喔 你可以找一下 什麼衣櫃壁橱啦 掛中鬆餅機啊對不對 啊最好不要在圖片的正中間 最好就是 那整張圖片就是 有很多元素這樣子 啊當然不要搞這麼複雜啦 我找了這張太極熊 結果搞了半天他是玩具店 啊你要說他是玩具店 我好像也可以接受 對不對 好所以找個 不要那麼 就是稍微複雜一點 不要在正中間 但是不要有重複了啦 這樣找一張圖 然後你讓他highlight看看 他highlight到的位置是不是對 如果他在一般圖片上面 都可以highlight到正確的位置 以後我們拿來 教他看 那個 腫瘤在哪裡的時候 他應該在胸背光 就有可能幫我們指到正確的位置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先做個總結 好 今天我們課程最重要 今天我們幾乎沒有語法 對不對 我們都在講model architecture 的設計 設計的原理 大家回去複習一下 這些原理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講 以後你看到paper裡面說 這個 一乘一之後就是要接三乘三 不要以為 他隨便亂搞 對不對 以後再也不會有人設計五乘五了 因為 三乘三 跟一乘一可以解決一切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個 卷機曾經網路是不是真的是黑箱 看你 他當然沒有辦法跟你用嘴巴講說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 我們以這個胸背光來講 他當然可以告訴你說 這邊有那個 那個腫瘤 對不對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 可是如果你要用胸背光去判斷頻寫 他告訴你說看廢 你問他說為什麼要看廢 這個他可能不會回答 這樣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他看著廢就可以告訴你說這會頻寫 這不會頻寫 他可能會看得很準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位置 為什麼要看那個位置 所以 他一定程度上還是黑箱 但是如果你用的好 他其實不是黑箱 就是某些東西你是可以verify 他就不是黑箱 那如果不能verify 但他要預測的很準 那就沒有辦法 這樣都有意思 或者我換個講法 你現在要用胸背光 去預測他有沒有low suggestion flexion 然後AI就告訴你我在看心臟 我當然知道我看心臟 但是問題是 我不知道這怎麼看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 所以可視化這件事情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 他有助於幫助我們了解新知識 好的確 我現在 告訴你胸背 看low suggestion 那 他指的心臟 你當然不知道他怎麼看的 那個心臟每個都看起來 我們都馬掌一樣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是心臟圖 他告訴你說 要看 PR 的地方 他每次都看PR 那你總是能夠想出一點邏輯 對不對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發現新的知識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這樣可以了 好 今天我們最後來給大家嘗試一下 怎麼樣把邏輯可視化好不好 下載一個model 下載一張圖片 預測 看結果 看預測的地方準不準 好 今天上課上到這裡